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安迪讲故事 上一期呢我们说到葫芦娃意外的收获了两枚奥塔交囊 那它到底有什么用呢接下来的故事会更精巧哦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哇真的好香呀前面是在做饭吗 我有点饿了不知道怎么可以让我也尝一尝呢 有人在家吗有人吗 快把东西交出来咦那边有声音我去看看 快把东西交出来不然我可对你们不客气了 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你让我交什么呀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手里绝对有奥特交囊 快交出来不然对你可不客气了 我是不会给你的 这种变寒强大力量的交囊交给你 你一定会胡作非为 哈哈你把东西交给我 整个天下都是我的了 如此弥弯不灵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要送你们上西天 出手 咦哪儿来的小家伙 快走快走 就要打扰我 你 你放了他们 不然 不然 不然我打你了 还想打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呀 谢谢你 你快走吧 你是打不过他的 他可是银鹅皇帝贝利呀 我饿不做的大坏蛋 不行我不会抛下你们的 看我火娃 我我要烧了你 哈哈 蛆蛆小伙 以为我会怕你们 飞亮光波 哎呀 打得我好疼呀 你果然厉害 打不过你 嗯 对了 我有奥特胶囊 奥特胶囊 原来 原来 你这里有两个奥特胶囊呢 怕破铁蝶无秘处 得来 全部费功夫啊 你试为 居然有两个奥特胶囊 我这里还有一个 三个奥特胶囊 加在一起 就可以 欢迎杰德奥特曼了 杰德 啊 放心 让我来保护你们 没想到啊杰德 还会有一天能见到你 费力啊 恐怕以后你是见不到我的了 十字冲击波 杰德 没想到你刚刚恢复 就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费力啊 超级光线 费力啊 我岂是那么容易打倒的 杰德 机敏形态 杰德 超级光线 哇 杰德 你好厉害呀 对呀杰德 谢谢你救了我们全家 不客气 保护大家 是我的责任 大家是不是都饿了 我们快回屋里 吃点东西吧 嗯 好像有些饿了 那 谢谢你们哦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节目的小朋友 一定要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一起来玩吧 拜拜